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洋槐花肉包子的做法 蒸好的包子香味浓郁 肉馅鲜嫩多汁,松软又好吃 做法特别简单 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鲜活面,碗盆里加入1000克的普通面粉 下来准备560克温水,加入5克酵母 5克白糖搅拌均匀 这里用温水加白糖可以出间面粉发酵 把酵母水发开后,再倒入面粉中 一边加入水,一边用筷子搅拌成絮状 蒸包子,面可以适当转一些 一间面粉加入270-280克左右的温水 搅成絮状后,再把面絮均匀的揉成大面团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后,用保鲜膜分住 放在温暖的地方,让它发酵至原来的两倍大 下来先调一碗料水 准备半块洗净的生姜用刀拍扁 用刀背把生姜的汁水拍出来 再把香葱拍扁切断 处理好后,装入碗中 放入一小把花椒 两个捏碎的八角 加入温水 用手抓拌均匀 把葱姜汁抓拌出来 然后静置浸泡10分钟 把葱姜汁和香味泡出来 下来准备一块五花肉 要挑选这种肥瘦香煎的五花肉 用它来做包子最香了 先把猪皮取下来 猪皮不要扔掉 可以攒起来做皮冻吃 然后把肉块切成薄片 改刀切成细丝 再切成小肉丁 全部切成小肉丁后 最后用刀剁成肉馅 嫌麻烦的朋友 可以放入绞肉机里 绞成肉馅 同时用两把刀来剁肉馅 可以剁的又快又细腻 手工剁的肉馅吃起来才会更香 这里包包子的肉馅不需要剁的太细 像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把剁好的肉馅放入碗中 稍微整理平整 加入一勺半盐开始调味 适量鸡精 少量白糖提鲜 少量食山虾 倒入多一些的生抽 少量老抽 然后用手抓拌均匀 把调料的味道抓拌在肉馅里 再用个蜜肉把调料水分次倒入肉馅中 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搅拌至肉馅散尽 肉馅都吸煮调料水 第二次再倒入调料水 加葱姜大料水 可以让肉馅吃起来更香 更加的鲜能多汁 直到葱姜水和肉馅完全融合在一起 水分完全打进肉馅中备用 下来把剩下的香料过滤出来 沥干水分备用 准备半个洋葱 切成洋葱丝 最后准备一把洗净的小葱 切成葱花 然后把葱花放进肉馅碗中备用 接下来烧个葱油 锅热倒油 油热后放入洋葱 还有沥干水分的香葱和大料 开中火把水分炸干 再转小火把香料里的香味炸出来 炸出香味后把料渣捞出来 然后把熬好的葱油油温再次升高 最后把热油浇在葱花上 激发出葱香味 再用筷子把香葱和肉馅搅拌均匀备用 这是今天干栽鲜鲜鲜的洋葱花 这些已经窄紧干净了 现在的洋葱花特别鲜嫩又好吃 遇见了千万不要错过 先清洗干净 下来锅中水烧开后 倒入适量食用油 加入盐 然后把槐花放入锅中焯水10秒左右 这样槐花经过焯炭后 可以去除花托里一部分的苦涩味 吃起来口感更好 而且颜色碧绿特别好看 然后把烫好的槐花捞出来 放入凉水盆中过凉 再倒入肉栏中避干水分 最后用手挤去多余的水分不要 这个槐花就处理好了 再准备一些泡软的粉条 先用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碗中 加入适量老抽 抓拌均匀备用 然后把调好的肉馅倒入大盆中 方便调馅 加入槐花 这里是一斤的槐花 再加入五颗盐 抓拌均匀 再放入拌好的粉条 抓拌均匀 让馅料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好了 这个非常好吃的槐花鲜肉馅就调好了 两个小时后 面粉发酵好了 看一下 发酵好的面团里面全是蜂窝状 下来案板上撒些干面粉 再撒上两颗的小苏打 这里的小苏打不要加的太多 加太多蒸好的包纸容易滑滑 然后把发酵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 把面团揉光滑 再把面团切成两等分 再次把小面团揉光滑 然后再揉成长条状 切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子 上面撒些干面粉 把小面剂子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 把面皮擀至中间厚 边缘薄的包子提 这样包包子的时候 底部不会破也不会露馅 包子皮擀好后 再用盖子把包子皮盖住 防止擀好的面皮表面风干开裂 下来就可以开始包包子了 放上调好的槐花肉馅 包成包子 好 好 包子包好后 蒸屉上摔成食用油 防止包子粘连 然后把包子放在蒸屉上 这时的包子千万不能直接上锅开蒸 要再进行二次发酵30分钟左右 只有二次发酵好了 包子才会又白又松软还好吃 也不会变成死面包子 30分钟后包子二次醒发好了 醒发好的包子在上面轻轻按压一下 可以快速回弹 把包子垫在手上有轻飘飘的感觉 说明包子就可以上锅蒸了 直接凉水上锅开大火蒸 上汽后蒸15分钟 时间到后关火 先把锅盖接起一点透下气 等三分钟后再出锅 这样可以防止包子不会塌陷回缩 好了 咱们这个羊怀花肉包子就蒸好了 这样蒸的包子又白又松软 不会塌陷也不会回缩 掰开看一下 香味浓郁肉显鲜嫩多汁 咬一口满嘴牛虾比买的还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也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我帮忙点赞转发一下 谢谢你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见